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手機Wi-Fi的部分 手機Wi-Fi的部分 各位有些時候出去外面 有沒有跟人家分享過網路? 有時候需要嘛 因為你的吃到飽的別人 沒有辦法吃到飽嘛 所以你就要分一些給別人 好 類似像這樣 你只要把你的手機的什麼 Wi-Fi無線打開 那每一個牌子的那個畫面不大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你的是怎麼樣 但是我就先抓一個畫面給你看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用的是不是舊的手機 對不對 舊的手機 所以說在這裡的話 原則上我會比較建議就是你就安全性就免了啦 反正舊手機借人家用一下也沒關係嘛 我們只有在什麼 教學現場用到 教學現場 那一台手機也不做上網 用單純的就是做這種視訊連線而已 就做視訊連線 所以用這樣可以 那你說我直接用學校的無線網路好不好 事實上也可以 只是說我們比較擔心 就是學校的無線網路因為比較多人在用 那所以說有可能你的平歡 或者速度就比較慢 所以一般來說 我會比較建議老師 用開手機Wi-Fi熱點的方式 可能是連線速度會比較順暢一點 連線速度會比較順暢 這個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解決了 還要知道一下一件事情 因為你開了熱點 別人要取的IP 對不對 上網要有這個IP 所以一般來講 手機Wi-Fi熱點的大部分就是192.168 有物定一定43了 是點1點多少 那這個地方可以去查 可以怎麼查 你可以從這邊 就是一般我們無線網路 有沒有你的 不管是筆記型電腦 或是一般PC 是不是都從這邊找 你就可以找看是哪一個 那如果你找到了 像我這邊就已經連線了 就已經連線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我現在的手機的什麼IP的位置是怎麼樣 我記得這邊應該可以查 有一個狀態 有沒有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我這邊收到的這個IP位置 你看 我有沒有看到有一個IP位置是192.168.43.22 這個是從手機那邊抓到的 好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個IP 確認一下而已 確認一下有這個東西 那了解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往下走 現在已經把手機的熱點打開了 剩下最後一禮物而已 只要你把APP安裝完就好了 APP安裝完就可以用了